一般人对玉兰花的印象是外形小巧而且富有清香味 但是您有看过和木棉花一般大的玉兰花吗 在苗栗南庄从事苗木栽种多年的徐姓父子 11年前开始嫁接各式特色的玉兰花 如今成果丰硕 万珠玉兰花盛放 透过镜头带你一块去赏花 玉兰花海色彩缤纷 微风吹来 清香扑鼻 盛开的玉兰花比一只原子笔还大 令人惊艳 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赏花 很有缘 也有福气 来看到这么多不同的花种的玉兰花 感觉心旷神移 心情非常愉快 真的我很惊艳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花种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以后带更多的朋友来观想 原本从事苗木生意的徐连心 到国外考察 发现台湾原生种的玉兰花 比国外品种小很多 于是决定引进种植 经过不断尝试 终于成功打造万株玉兰花海 我们要嫁接的母树非常重要 包括阳风 包括阳光 有没有 它是有比较特别 因为它花比较大多 如果住在树林下面 是相对不容易开出来 我们刚做了一年两年 都失败 我们做第五年开始才开始成功 成功下去 现在图入今年是第十一年 它才慢慢的有成果出来 来让大家去看这些东西 目前虽然小有成就 但许家父子的愿望 是打造一座玉兰花公园 让玉兰花成为苗栗 另一个观光亮点 我希望这个花将来能带动我们 台湾的经济 还说苗栗线中港西的观光 人潮的气图 它会被讲 前人种树后人成苗 所以有什么愿景 当然就是希望说 我能打造出来 一个真的是一个公园 有花有树可以去看的嘛 玉兰花预计开到三月中 目前最适合赏花 来到苗栗南庄 可以绕到屯营社区 欣赏多品种的特色玉兰花 新唐人的店是陈焉如江淳慧 台湾苗栗采访报道